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刘梅松长春肿瘤医院中医馆专家组成员 擅长各种肿瘤的防治及放化疗后康复治疗 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泌尿系统等多种常见多发疑难疾病 对于各种肿瘤的中医辅助治疗 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我知道刘主任在中医预防和治疗肿瘤方面有很多的临床经验 而很多患者对于中医治疗肿瘤还是有很多的疑问 那么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 通过手术来治疗肿瘤一般都是直达病灶 去除肿瘤 那么中医治疗肿瘤的思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整体来讲就是说中医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经验了 它在这个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沉淀了和积累了很多的医学方面的知识 特别是在预防医学方面 就是治疗肺病方面它有很强的优势 在中医治疗肿瘤的期间 我们主要是要解决治疗期间出现的一些副反应 主要是化疗和放疗 还有靶向治疗的副反应 中医是以保护患者的元气为主 这样才能够使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 保护好很好的元气 使患者的生活质量不受到损伤 比如说临床有好多患者 在进行化疗和放疗的过程中 他说我不喜欢吃饭了 或者是排便功能异偿了 这样的话都会影响到患者的正常的治疗 那么刘主任在您看来 目前中医在治疗肿瘤的过程当中 在哪些方面作用比较显著呢 运用中医理论进行治疗肿瘤这些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就是在配合化疗的治疗过程中 它能够提高化疗的疗效 还能够减轻化疗的毒副作用 比如说对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呢 比如说像胃癌啦 肠癌的这些治疗啊 都能够减轻它的放化疗的毒副作用 而且呢还能改善患者临床上出现的一些不实的症状 在化疗期间和放疗期间 好多患者呢都会出现法力啊 食少啊 纳呆啊 还有腹泻啊 便秘啊 失眠啊 倒汗啊 出汗啊 这些症状 这样的话呢 在治疗中呢 我们都会用中药 可以来解决它的这些不良的反应 控制它的这个疾病的一个产生 这样的话使患者呢 在纠正了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呢 能够进行更好的进行化疗和放疗的治疗 那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 有习惯这个体检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我们都知道啊 在肿瘤的治疗上呢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刘主任我想问您一下啊 肿瘤早期的患者应该选择中医治疗还是西医治疗 这哪种方式的效果可以说更好呢 首先要根据你这个病情的情况 首先呢 如果你这个病人适合于手术的话 那我们就要选择手术 尤其是医期的病人 那么要进行手术呢 是最好的选择方式 如果不能选择不能进行手术了 那么要选择比如说放疗和化疗 如果有些就是说不适合于进行放疗和化疗 比如说老人和身体比较虚弱的 还有一个就是患者本身 他就不想要选择西医的放疗和化疗的话 那么都可以选择中医中药来治疗 我们可以通过中医中药啊 来那个重建患者的免疫功能 这样的患者呢 就可以带流生存 那听了您的这个介绍 我也了解了一下 如果这肿瘤早期的患者需要切除肿瘤的 在适合手术的情况下呢 还是要先进行手术切除吧 如果在肿瘤得到控制以后 患者还需要服用中药吗 这个问题能跟我们来回答一下吗 就是对于那个肿瘤术后的患者 在临床上呢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 术后体质恢复了 恢复前就是说尽量中药要跟进上去 因为手术呢 在临床上来讲呢 毕竟是一个 就是一个机械性的人为的 对人体的一个创伤 这样的话呢 你在术后呢 尽快的中药跟进 进入以后呢 使病人的那个机体呢 能够尽快的得到了恢复 现在呢 临床上有好的患者呢 得了肿瘤以后呢 非常的恐慌 就是说是选择西医治疗啊 是选择中医治疗啊 就是到处去问 到处去打听 而且呢 到我们这儿来的患者呢 已经就是说是 咨询了多家医院了 就是阴云 益云 他说这样 他说那样 首先我们在临床上 不提倡患者盲目地去用药 如果你觉得你身体的条件 不适合于用西医的放疗化疗 就是攻伐比较猛烈的一些药物 来进行治疗的话呢 那我们建议你选择 比较长期的 具有扶症固本 控制肿瘤 使能够厌长 那个病人生存期的一些中药 来进行治疗 六人我们都知道 随着病情的发展 很多患者的身体呢 会逐渐消瘦 现在市面上 很多这个补品呢 也是用来补充身体 各项营养的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啊 这些补品是不是真正的适合这些肿瘤患者呢 或者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肿瘤病人呢 多数都是体虚的 所以说的话呢 补品是可以吃的 但是呢 我们要有选择性的 针对性的去吃 比如说在临床上 我们遇到一个舌癌的早期患者 患者拒绝于手术 因为他是个早期患者吧 年纪又比较轻 但是患者比较散谈 他觉得我舌头做了个手术 可能对于以后的语言交流 不是很方便了 他拒绝手术 选择了中药治疗 这是很正确的 但是呢 他的家人 因为他就是说舌癌的病人 早期他会疼痛 红肿 你看到他吃的很少 就给了他一些补品 结果第二天呢 他就出现了 他的那个一些的症状加重 比如说嘴张不开了 喉咙也嘴肿了 脖子也肿了 这样加重了病人的痛苦 在这个时期呢 就不时宜用补品 对于癌症的晚期的患者呢 我们还是建议可以使用补品的 但是这个补品呢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选择去用药 不要像健康人的那种乱吃补品 肿瘤患者呢 提倡清淡饮食 适当的时候 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类的东西 来补充体内的营养 那跟您聊了这么久啊 我发现中医治疗 其实也是在帮助患者提高抗病能力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患者担心啊 长期服用中药 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 带来一些毒副作用呢 这个呢 大家在我们在临床上呢 也会遇到很多患者 是这么提就是我长期用药 是不是对我的肝脏啊肾脏啊 都会出现问题啊 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放心的说 就是说中医中药 确实是有一些有毒的 但是呢 我们目前呢 就是说在抗肿瘤的治疗的过程中呢 我们都避开这些有毒性的一些中药 老百姓讲的就是说 以毒攻毒 即使选择就是说 有毒性的中药呢 我们也会选择那些 毒性比较小的 而且在中药服方治疾里头 要配上 配加上 就是说 浮证固本 减轻药物毒性 对肿瘤有控制和杀灭作用的 一些中药 我们目前在现代药理学 已经都证实了一些中药呢 它是具有控制肿瘤 和杀灭肿瘤作用的 随着医学的进步 我们肿瘤的治疗方法和新药多了 手段也提高了 治疗的效果也大大增强了 我们还是提倡中西医结合治疗 它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肿瘤呢 就好像人体当中的一场战役 西医可以在前方冲锋陷阵 非常有效地杀灭敌人 中医可以在后方扶针固本 收拾残局 中西结合 共同杀灭肿瘤敌人 好了观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